另外欢迎全世界的本周人物是乐玉成 他是大陆的前部外长 为什么说前呢 因为他才刚离开了副外长的职务 新华社报道 大陆国务院在14号免去了乐玉成在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 任命他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副局长 中央社就分析说 这个安排是因为大陆在乌克兰战争陷入了尴尬跟孤立 在外交上对俄俄关系研判上出现失误有关 所以主管俄罗斯事务的乐玉成为此负责而被降调 怎么样看这个人事的安排呢 我先请教过远 我觉得大家当然会联想到 就是他对挺恶讲的过头的话 比如说上不封顶 对上不封顶这件事 上不封顶这个被美国媒体大作 那还讲说中俄列车永远都在路上 只有加油站什么 没有终点站之类的 那当然是国际上就会解决 因为你是副外长 你就代表国家 那欧欧战争事实上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中国事实上有很多很有名的学者 都公开出来讲说中国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有一些甚至是反对 要一面倒支持俄罗斯 比如说言学通 言学通就非常明显出来表达立场 还写文章到Foreign Affairs 所以我觉得因为中国的外交比较像是下午围棋 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平衡 比如说欧洲也很重要 乌克兰也很重要 那有必要把话讲到这个程度吗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大陆的外交这个发言系统其实非常严谨 等一下我要请教一下老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59岁的乐玉成 他的一个资料 他是俄语系毕业的 他精通俄语 曾经两度调派驻俄大使馆 在2018年升任副部长以来 主要是负责对俄罗斯的业务 那也被外界视为是支俄的代表人物 就表示他对俄罗斯非常的熟悉 那在今年的2月4号 看到普丁跟习近平共同发表了 中俄联合声明 那刚才这个郭文元也提到 就是说他有讲了一个说 上不封顶这样的一句话 当时就被认为说得太过了 大家也就在讨论一件事情说 这个外交部的副外长 他的发言能不能够代表大陆的中央 这件事情怎么看老大 第一个他能不能代表大陆中央 第二看他副部长发言是自己发言 还是那一天的重要会议他代表部长 如果他代表部长 部长可以代表中央 那他也就代表中央 如果是那天他是自己这样讲的就不能代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必要考虑 2月4号那个时候 谁料到俄罗斯会发动 这个非特别 那个时候整个大陆的气氛是多嗨 会认为跟中国 会认为跟俄罗斯 尤其这个油 能源 这些都有保障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强调就是说 这个关系上来了 稳固 但是他也忘了一点 在中国大陆做任何事 底线思维 所以你可以讲说中俄关系不封顶 但是还是会考虑到一定的范围嘛 上面不封 中间旁边不封 对 旁边是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的 少了后面一句 对啊 你就说整个就 就是说在这个 我们上面指示了某些方面 我们是不封顶的 但是呢其他各国 美国个人有个人立场个人的考量 所以某些范围还是有范围的嘛 不要说的这么绝对 他讲 然后又碰他打仗 打仗又美国又要逼中国表态 那然后你中国不表态 他就讲那一句话 你这个不 所以他也是官运不佳 我觉得当时的背景 你看这个奥运会 冬奥 对不对 人家这个普丁去了 对 对 你这只是顺势推一推 关系正好 关系正好 所以就顺势推了一下 就被抓了一个小辫子 可是这样发言 我们讲说如果是欠当的话 这样的调职有这么的严重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的背景 就是在现在 如果要接 就是马上如果说 今天是二十大结束 他明年要接这个外交部长的话 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 就是你专长是俄罗斯 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不正 政治不正确 所以反而 有这层考量 我觉得反而是做过联合国大使 这个刘洁一 可能可以跟着王毅 也做过国台 也做过国台派主任 然后这样子来接 可能会好一点 会 对美国来讲 觉得说会比较好一些吗 还有传说另外那个 宋涛 宋涛 宋涛也是做 他现在是中联部部长 中联部的部长 对外的 一个是党的 一个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 但是说老实话 王毅可能是做真的很久了 所以党掉了蛮多人 他现在你看后面接班 人自比他小两三岁 对 他明年如果今年做到明年初 他是最近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外交部长一个人做两任 做十年最长的 比前期曾更多还要长 对 那我觉得因为他也才 明年也才68 现在68了 明年69 所以他可能还会留任 那做一个就像杨洁篪一样的 杨洁篪也不会比他大几岁 那杨洁篪可能要下来了 对 那可能 杨洁篪应该会退休 杨洁篪可能会退 那但是王毅可能就是现在接杨洁篪 就像外交教父一样 那我相信不是送到就是刘洁篪 所以这个乐玉成被 我们这个礼拜讨论是因为 他的动向确实引人关注 就是他被调职这件事情 如果是刘洁篪有重大那意义 就表示习的第三任对台湾问题会特别关心 所以他的调动都是 如果是留着一届外长 OK 所以 但是因为乐玉成 长期来也是被归誓是说是西派人马 然后也被认为说他是外长的 热门人选 我觉得就声不逢声 你为什么碰到俄罗斯 你是俄罗斯专家 俄罗斯现在这么讨人厌 所以有政治正确的问题 政治不正确嘛 那所以Ross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这次的调职的事情 我相信过几天会有西方美国专家会说 习近平内部他团队有内斗之类的 有政变的可能等等 又来个见锋插针 因为每次会有这个人事移动 就会有西方专家 他们会做这个分析说 中国领导阶层非常非常不稳定 有人会打掉习近平之类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They're always wrong 他们真的每次都讲 都是不识事实 他们会永差的 这大陆的外交部 其实在大陆自己的这个 官方单位当中有天下 就是中国第一部 这样的一个美称 这个广电总局跟外交部 当然都是部级单位 那但是乐玉成呢 其实他在外交部领导当中的排名 我们查了一下是仅次于外长王毅 还有就是这个党委书记齐玉 他在副部长当中是位居第一的 而且他还是这个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后部委员 所以呢最近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有分析说 乐玉成现在失去了晋升正部级的机会 所以他说是在明年 这可能会满六十岁要退休 这件事情这个报道老大您觉得 但是依他来讲广播电视总局不是局级 他是副级 副级 所以他还是副局长 他现在是副局长 所以他还是副级 那副级 但我不知道他本来那个部长 因为他副部长有一个副部长是正部级 我不知道乐玉成是不是正部级的副部长 还是副部级的副部长 但是最起码就是说 他往上的这个路子 是有一点那个了 但是也许他后来可以升广电总局局长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还要再看就是说 今年这个整个二十大 二十大会不会到中央委员 或厚普中央委员 因为他还年轻嘛 现在看还早是不是 就是说现在算是平调 但是他一定要在20岁变成正部级 不然就要退休了 所以明年一定要升 那调到广电总局这个安排 他如果变成局长就是 就是正部级 他如果职业级总局局长很可能就装上正部级 可以接到正部级 如果是进到正部级的话就可以 那就可以去 往中央的这个权力核心上 那就可以65岁 对 就是继续一路上去 然后你再往上走你就可以70岁 按照道理应该还是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还是他们的传统 但是现在不太管了啦 原则上七上 那你就看你的运气 你正好是七的话 你就可以五年就七十二啦 那你正好八 你要六十八就没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就是最近看到央视他们新闻报导说 针对乌克兰战争 他指出说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乌克兰的问题 历史经纬和是非 趋直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判断 所以用了这样一句话 积极促进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 那是北京对别人的战争 你觉得建立多少的防火墙 中国要在全世界全球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就避免不了involve这些战争了 是 就在俄罗斯 乌克兰发生战争 那本来俄罗斯 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 刚刚讲到他 他讲话他就会引起很多 影响到他的工作等等 所以不管是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 缅甸现在内战 那中国不是支持政府吗 不是提供武器给政府吗 所以不管是哪里有发生战争 中国身为一个世界的重要国家 联合国也扮演重要角色 安理会成员 他真的避免不了 大陆一向都是以联合国中心 就是说他希望是用多边的方式来处理 现在美国的战略很明 美国是很清楚 是想把联合国萎缩 甚至没有他要以北约来取代联合国 那他这个时候就要把俄罗斯跟中国排除 所以中国跟俄罗斯一定要是稳住联合国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一定要强调就是对联合国这个来 他做了很多的照联合国的规矩来嘛 因为他现在二十大战后的秩序 那美国是想说冷战结束后的秩序 就是美国现在这样弄 刚刚乐玉成我忽然想到 可能他接中广电总局长是另有重用 因为这是俄乌战争 大陆深深体会到舆论战的重要 对不对 可以唱假那个翻身也难讲啊 对不对 舆论战现在他们发现舆论战美国太厉害了 结果没有招架的余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都是永远不要泄气 跟下去是要跳个片 对 跟下来是为了跳得更高 但是也要看 接下来他在广电总局做的成绩是怎么样 广电总局长以后 他是这几位 我刚刚讲的像宋涛跟刘洁一 所以说像委员讲的 如果是换 假设刘洁一有一些人心意动 这个要特别想 因为他是习的人 你就不能开这些异军兔子 对 真正的习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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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